69页范例1 如图所示 在直线道路上 警察以每秒24公尺的等速度 追赶每秒4公尺等速度逃跑之小偷 两者相距100公尺 请回答下列问题 这是一个典型的介绍相对运动的题目 他第一小题问的是小偷相对于警察的速度 小偷相对于警察的意思 其实就是从警察来看小偷 所以你会发现第一小格的两个小题都是一样的答案 那在处理这种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会喜欢用箭头来表示速度或位移或加速度 举例来说VA的箭头24 这样子 它是向右的 我们以向右为正 它就是正24 那如果是VB VB的箭头 是向右的4 所以这里写4 那从小偷 小偷相对于警察的意思 就是从警察来看小偷 从警察来看小偷的话 从警察来看小偷会看到什么光景 他会看到的是小偷会往左运动 会靠近他 一开始他们都是向右运动 可是如果你是这个走的比较快的 骑车骑的比较快的这个警察 他去追这个小偷的时候会发现 小偷好像向左运动 而不是继续向右 所以是从 从我们的VA的终点 就是这个箭头的末端 指向这个VB的箭头末端 这一段就是VA-VB 对不起 VB-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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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被减的这个 就是箭头的起点 那指向 终点这样子 所以其实 其实也可以写成VBA 那我们来把数字带入看看 这里就是 VB-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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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减掉24 结果是-20 这是第一小题的两格 好那么 第二小题 警察相对于小偷 警察相对于小偷 跟第一小题的小偷相对于警察 刚好就是反过来 刚好就是反过来 那一样我们也是画个 画个箭头 来帮助我们 体会 但是这一次是要从小偷看警察 小偷看警察的话 那就是从小偷往警察画过去 所以小偷看警察应该是向右运动的 那就是从小偷的箭头VB的末端 往这个VA的末端画过去 那这一段就会是VA-VB 那就会是24-4 结果就是正20 所以很合理 小偷如果看警察 会发现他是向右 然后接近小偷 好所以第二小题是 他的两格都是20 那第三小题则用到了题目所给的条件 相距100公尺 好那我们从上一个影片 有稍微介绍说 其实所有的运动都是相对的 位移也是有相对的 我们应该先从速度开始 速度其实有相对的 VA对B 就是从B来看A的速度 那其实初速度也是有相对的 加速度也是有相对的 那同样的位移也是一样 位移也是有相对的 初速有相对的 加速度有相对的 都是一样的 只是把原本的运动学公式 加上A和B 作为一个相对的版本 相对运动的 等加速度运动公式 好那么几秒后可以追上呢 这里A和B的初速度的比 其实他今天这个不是等加速运动 所以其实后面的这两个都是0 所以我们的位移就是 相对速度乘上时间 那位移相对位移一开始是 间隔100 那后来变成相遇 间隔就变成0 所以我们的位移就是100 而我们的相对速度 这个是从B来看A 从B来看A 从小偷看警察的话 他的相对速度是20 所以答案T就会等于5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没关系 好 好 谢谢 谢谢